健康梁纳德在季后赛期间呢 绝对是前三级别的 最强运动员之一呢 他比什么那个勒布朗詹姆斯啊 包括什么吉尊塔中午啊 这些都得更横 包括什么恩比德啊 西部这块约旗 潜在的MP后选 他俩到季后赛 真正的影响比赛能力 也逊色于梁纳德 梁纳德是历史地位有限 俩王四个二呢 很难有他一个 但一旦到了季后赛的话 特定场合 确定情况之下 你在衡量梁纳德的实力 他就是绝对是非常靠前的 所以多兰特跟梁纳德 目前其实真说打起来比赛 你就发现了 俩级别的运动员 早就不是当年多兰特了 去年季后赛忘了 他金屋短这块 呃表现有多拉胯啊 防守这块 那更是对球队没有帮助嘛 所以现在多兰特跟梁纳德呀 不是同一级别的 梁纳德也堪称是季后赛王者级别 而这个阶段多兰特呢 呃 也就是K吧 连A4都算不上 因为A3还有什么恩比德呀 约奇之类的 呃 这各路好汉的 多兰特目前也就是个K 甚至有可能是权 目前多兰特级别属实有限 就用你去的 是许多兰特级别的 而且你能够做任何事